很增长 江南地区梅雨季节即将来到 马上这个躺在家里长蘑菇 衣服裤啊晒不干的季节又要来了 但这也意味着春天 不远了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很适合在家春游的 芝士热狗棒 之前做糖葫芦剩下了很多竹签 这次终于可以派上用场 没有竹签的同学也可以用外卖店家 总是多给你的一次性筷子替代 毕竟我经常一个人点两人坑外卖 从书里取一块拉丝效果比较优秀的芝士 从别人又香又长的梦里取出香荷肠 组装一下 编出好多小香肠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把它们切成小段 像我最近就很喜欢交响约 用竹签将它们一一配对串好 烙单的芝士你可以选择吃掉 也可以帮它配对一个另一半 再把多出来的香肠吃掉 比较常见的热狗棒外壳都是用面粉做的 但是感觉大家好像都和我一样很喜欢土豆 土豆爱好者扣1弹幕集合 其实这是我懒得揉面 我做的份量比较多 所以准备了很多土豆 具体的刻数我会放一个蚊子板在片尾 将蒸熟的土豆通通压碎 你们今年收到了多少压碎包呢 等到土豆快要碾成土豆泥的时候 加入盐和黑胡椒 再继续压一压 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光明正大的偷吃 淡了加盐 咸了没救 剪成土豆泥之后 我们就可以给热狗棒裹上厚厚的反护符了 注意一定要裹得严严实实 并且按扎实 不然 芝士会喽 如果你的土豆太粘手 也可以在土豆泥里掺一点面粉 淀粉或者是糯米粉 没有的不可以用家里的螺丝粉 酸辣粉还有南昌米粉替代 把热狗棒裹得和自己一样白白胖胖的之后 就可以给大家上一个叫做一键三连的服务 先裹淀粉 再均匀的沾上鸡蛋液 最后裹上面包糠 裹面包糠的过程觉得超级解压 这大概就是热量的魅力吧 裹好面包糠后 我们就可以准备一下摩擦起火 取一口新买的大白 倒宽油 等宽油烧到8分熟的时候 就可以把热狗棒裹下去 期间要用小猫转而不停地翻动热狗 使它受热均匀 中小火炸至焦黄酥脆 热狗棒发出 的声音就可以了 对自己有自信的同学 也可以一次性下两根棒 刺啦刺啦的声音 永远都是最悦耳的 取出热狗棒后 可以挤上自己喜欢的酱汁 摆一个精致的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Ayoub 今天早上晚安 吃一就吃一就了 你肯定包那種 吃一就有焙的 才能装作 吃一就 第一处 咤 看看 它 是 欣賞 bastante 就是少了这杯利用日本闪瘁黑科技 精确控温萃取的永浦精选优质西兰红茶 简单加水就能品尝到清爽茶感 与淡淡的佛手干带来的初春气息 十倍浓缩零糖分零脂肪 太适合三月准备冲一冲 以防四月涂上杯五月涂上杯六月涂上杯 七月涂上杯的我了 独立小包装长温可以储存一年 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 没了 没了呀 真没了 还有全新登场的闪瘁新口味 白桃乌龙 不管是搭配水 还是牛奶 还是搭配气泡水 都能够轻轻松松带你走进满是peach的世界 就算是梅雨季节也可以有在家春游的仪式感哦 我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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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自然 煎 追 喝 喝 牙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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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呸